1915年 一战全面爆发 进入第二年 由于土耳其加入同盟国阵营 俄国父辈受敌 协约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 为扭转颓势 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 自认为想出一条可以力挽狂澜 让协约国重振旗鼓的 绝妙计策 没想到却导演了一场 战争史上著名的闹剧与浩劫 原本军力不强的土耳其 如何打碎丘吉尔的预想 在达达尼尔海峡 重创协约国联合舰队 作为一战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 加利波利战役 协约国军队在此战中遭遇惨败 本该承担责任的丘吉尔 为何没有受到严厉的军阀处置呢 历史学者石伟将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九集 丘吉尔的妙计遭重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啊 咱们说到 这个一战刚一开局 协约国呢 就因为啊 作风霸道 外交上呢 失去了重要的潜在盟友 土耳其 俄国接受援助的出海口啊 被封锁了 刚一开战 等于就丢掉了半条命 面对困局啊 英国上下一筹莫展之际 哎 当时啊 出馊主意 弃走土耳其的海军大神丘吉尔 又提出了一个 一箭双雕的妙计 他呢 想利用皇家海军超强的制海权 护送部队在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 然后呢 一路北上 消灭啊 敢于顽抗的土军 占领啊 土耳其首都 伊斯坦布尔 控制欧亚大陆的 大通道 波斯普鲁斯海峡 然后呢 在北上打通 与俄国和塞尔维亚的 陆地补给线 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南部 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听听 多么宏大呀 不仅宏大 而且啊 在丘吉尔看来 这个计划 还有众多意想不到的妙处 达达尼尔海峡 古代呢 又叫做赫勒斯旁海峡 是赫赫有名的欧亚大通道啊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里 这里是哪呢 是金羊毛的出产之地 也是啊 奥德修斯们的冒险之所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 特洛伊之战的古战场啊 就坐落在这个海峡的东侧 而两千多年前 西波战争时期啊 远征希腊的波斯百万大军 就是通过架设在这里的 两座福桥 浩浩荡荡开进了欧洲 不仅如此 丘吉尔的计划 还是唯一一个 有现实做依托的 前不久啊 丘吉尔刚派人 对海峡进行过侦查 侦查报告显示啊 只要有足够的扫雷艇 和一小批援军 就能够在三天之内 拿下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土军在这么重要的区域里 居然只布置了一百门大炮 和一个式的守军 从战略上看呢 丘吉尔的这套计划 也是无懈可击 西波战争时期 就文明天下的古战场 一听到枪响 就会刺散 奔逃的土耳其军队 灿弱的土耳其政府 德澳同盟国呢 最柔软的腹部 帝国舰队啊 超强的实力 巴尔干半岛上 翘首以盼 英法大军的 各路潜在盟友 再加上 大英帝国 在东地中海地区的 现实利益啊 诸多要素 全部都集中在了 这一战之中啊 在敌人啊 最虚弱的腹部 狠狠地倒上一拳 获得一场 压倒性的胜利 从而提阵士气 解救盟友 获得国际认可 那更是意义非凡呢 看来这回啊 这海军大臣 这主意不搜了呀 僵局呢 也有往打破了 就这样 1915年 一战战争史上 最轰轰烈烈的 闹剧上演了 丘吉尔提出 凭借英国强大的海军 在达达尼尔海峡 开辟一条新战线 直取土耳其首都 伊斯坦布尔 这个看似激动人心的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 却遭遇了诸多意外 俄军的拒不配合 土耳其出乎意料的 实力大增 以及英法联合舰队的 出师不力 让协约国集团 在战役一时 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1915年啊 一开春 这达达尼尔海峡 入海口附近 就热闹起来了 这英国人来了 法国人来了 还有澳大利亚人 新西兰人 印度人等等 地中海历史上 最强阵容的钢铁巨舰 也云居于此 结果在这一小片水域里啊 集中了多少舰呢 一百多艘主力舰支 光二百毫米以上的 大火车火炮 就达四百门以上 看上去啊 一切胜利的因素啊 都在丘吉尔的掌握之下 但是呢 丘吉尔想不到的是 这么大的阵仗 一开头啊 就有点满领 先是大军压境下的土耳其 却没有像丘吉尔预料的那样 望风而降 接着呢 此次战役啊 名义上的最大受益者 这个俄国似乎啊 也对英国人的贸然出现 反应冷淡 再到后来呢 一切都成了一团乱麻 在敌人眼皮底下 如此明目张胆的军队调集啊 自然瞒不过土耳其的耳目 但呢 这个丘吉尔啊 自是海权在握 满心以为 只要西方的巨舰一来 大炮一降 这个昏庸无能的土耳其啊 不是转身逃跑 就是得下滩在地 但丘吉尔却不知道 经过德国教官的细心调教 加上英国自己的落井下石啊 如今啊 这个土军的战斗意志啊 以金飞昔礼啊 而丘吉尔呢 更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 课堂作业 他的作战方案 堪称满分 而作为一场 即将实施的战役计划 丘吉尔的这招天外飞进啊 就是一场灾难运行图 先是啊 习业国的登陆计划 在俄国那边碰了钉子 俄国认为啊 你西方来这么多军队 这不是来帮我们打通交通线的 这干嘛的呀 而是来跟我们抢夺海峡控制权的 所以啊 不仅断然拒绝了出兵兼影协国部队的要求 还威胁呢 禁止希腊出兵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法理来说啊 希腊对这个达达尼尔海峡 也有领土主张 所以啊 俄国人啊 宁可让土耳其继续占领了海峡 也不希望这个希腊去掺和 英国啊 是劝完这边劝那边 两头啊都不讨好 最终呢 也没有说服两家 捐弃前嫌 这累了一头汗的 自己呢 唠了一个里外不是人 郑郁们呢 忽然想起来了 我们在海峡那儿 还有一大支舰队呢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啊 怎么样了呀 一打听啊 鼻子叉叉气歪了 这么多军舰啊 开到了海峡口 这么长时间 但是呢 谁都不敢深入 还停在海峡口那儿呢 晒太阳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达达尼尔海峡里面 最窄的地方 仅有一公里宽 随便什么人啊 架一门小炮 就能够封锁了 而要敲掉这些炮台啊 丘吉尔原来的事想是什么呢 就是把装甲厚重的战列舰 直接开进去 给炮台们挨个点名 而如果想把战列舰 开进海峡 首先呢 则要扫清土耳其人 在这片海域里布下的水雷战 3月18日 得到前方水域 以安全的消息后啊 协国舰队 派出了12艘战列舰 组成了编队 大摇大摆 鱼贯驶入了这个古老的海峡 为了体现英国的深日风度啊 英国舰队司令呢 礼貌性的发出了旗语 邀请4艘 这个法国战列舰先行 英国战舰呢 随后跟进 经过两个小时的炮战啊 协国军队几乎毫发未伤 而土军的地面炮火啊 已经输送了不少了 眼看着清理航道的任务 即将完成 这个秋角的登陆计划 即将圆满开幕了 可就在这时 只听哄的一声巨响 怎么了 开在最前面的 法国战列舰不为号 突然爆炸了 几乎断成了两脚 几万吨的大家伙 在两分钟的时间里 就带着舰上的600多名水兵 沉入了大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大家震惊不已的时候 英国战列舰不屈号 也突然打出了 被水雷击中 请求撤出战斗 这样一个旗语 这一下 大家这才明白过味儿了 联盟啊 施救的施救 汗雷的汗雷啊 就在一片混乱中 又是一声巨响 应见无敌号 再次着了当 虽然没沉 但是受损严重 然后呢 海洋号又遭到了水雷 和陆地炮火的双重打击 等于还没开战啊 协约国就白白损失了 好几艘主力战舰 不是前方的水域 都轻过雷了吗 怎么又跑出来 这么多水雷呢 原来啊 航道啊 头天确实是扫清了 可这土耳其布雷艇啊 晚上又趁着夜色 悄悄地潜了进来 在白天啊 英国扫雷艇 刚扫干净的水域里啊 一口气又流下了 二十多颗水雷 然后啊 溜至大吉 于是啊 这雷啊 可就没大了 既然啊 海上突破不行 那就强行登陆吧 1915年3月18日 协约国联合舰队 在达达尼尔海峡 遭受重创 协约国集团 不得不改变策略 直接指挥陆军远征军 在加里玻璃半岛开展登陆大响功 然而 这非但没能扭转战局 反而更多地暴露出 协约国联军行动拖沓 等诸多致命弱点 在加里玻璃半岛登陆后 协约国军队陷入一片混乱 土耳其是如何将达达尼尔海峡 打造成一条钢铁防线的 面对协约国的接连惨败 以海军大臣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高层 做出了怎样令人震惊的选择 历史学者施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九集 丘吉尔的妙计遭重创 3月22日起 丘吉尔一手策划的 加里玻璃战役 甩开炮火点名阶段 直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什么呀 国际大登陆 那场面煞是壮观啊 成千上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协约国军人 开始在达达尼尔海峡 西侧的加里玻璃半岛上登陆 为什么在这登陆呢 因为啊 根据协约国事先的侦查发现 此地的土军啊 守军很少 有的登陆地点啊 所面对的土军才12个人 六处登陆点啊 只有两处 会有土军的轻微抵抗 可就算是如此啊 由于缺乏计划 仓促行动 协约国啊 仍出了很多的楼子 炮兵登陆路 却发现呢 运载大炮的船啊 没有跟上来 再一问呢 运大炮的船啊 拿错了海途 大炮啊 不知道运哪儿去了 有的步兵士啊 倒是顺利地登陆了 地点呢 也没错 可是呢 就是没带东西来 一枚弹药 二枚火炮 三枚医疗设备 四枚工具 等于啊 几乎就是 袖着手就来了 这都不打紧啊 登陆成功后 得赶紧招呼部队 往内陆深入啊 可邻军啊 登陆了好几天了 邻军司令部里 仍旧商量不出一个 所以然了 一切行动啊 全都靠下级啊 凭着赶决走 那这仗 可就有的打了 上岸的士兵啊 有刮胡子的 有钓鱼的 有游泳的 有拍照 画风景画的 但是啊 就是没有挖掘工事 向内陆挺进的 在拥挤不堪的 育民船上 苦熬了一个多月 这好不容易上岸 这点小需求啊 本该不算过分吧 况且啊 帝国海军大臣 丘吉尔也没告诉他们 上岸之后 应该怎么做呀 因为啊 连丘吉尔自己 都没有想到这一步 最悲催的呢 就当属啊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殖民地 正招来的这个 澳新军团 他们一登陆 就发现 嗯 不对呀 眼前的地形地貌 和地图上标出来的 完全是两码事 原来啊 他们被海军 送到了一个 离原定登陆点 足两公里远的一个 无名的沙滩 下船啊 走上几十米 就是高不可攀的 悬崖峭壁 然后呢 他们就遭到了土军啊 居高临下的火力打击 想挖战壕 根本不可能 举目所及啊 要么是松散的海沙 要么呢 是坚硬的岩石 很多士兵啊 甚至连工具都没有 情报不是说 土军在这儿 没什么兵力吗 怎么突然冒出来 这么多人啊 其实啊 就在英国忙着 在希腊和俄罗斯之间 霍西尼的时候啊 土军的德国顾问 桑德斯就带领一小队人 悄悄登上了 附近的制高点 看到眼前啊 协议国庞大的 舰队阵容啊 桑德斯啊 沉默半天 然后说 只要八天时间 我只要八天 就能够组织好防御 八天 何止八天啊 整整四十天的时间 协议国的军队啊 他们的轻敌和拖沓 帮了土耳其人的大忙 得知英国人 要进攻达丹尼尔的消息之后 土军啊 立即啊 调来了两个精锐的集团军 驻守在海峡南北两侧 强化了防御攻势 依次呢 建立了三条暗防火力带 布置了两百门 大扩军暗炮 同时啊 还有时间 在海峡的深处啊 又布下了九片水雷区 就在英国人 不紧不慢 调兵潜将 在俄国和希腊之间 获信机的同时啊 达达尼尔海峡 已被土军 变成了钢铁防线 然后呢 趁着协国军队登陆后 漫不经心之际呢 土军啊 纷纷抢战了 面对海滩的制高点 接下来啊 在土军居高临下的扫射中啊 八万登陆的协国大军 在海滩上陷入了一片火海 既然如此啊 赶紧退兵吧 但此时的英国啊 已经进入了 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洋世界战争史中啊 引用了当时 英国高层会议的记录 假使说 达达尼尔的成功 可以为协国赢得巴尔干 那么若是失败了 也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为了大不列颠的威望 这个行动 使用有贯彻之必要 不管它的成本是如何巨大 就这样 有了高层的默许 急于挽回面子的丘杰尔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啊 利用帝国的威望 和个人的权利 将源源不断的援军 送到了这片死亡沙滩上 来自五湖四海的协国军队 面对着悬崖峭壁上的土军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 徒劳无益的攻势 在这场战斗中呢 一名土军的青年军官脱颖而出啊 这个名叫凯默尔的中校 率领着土耳其的军队 屡次打败协国的登陆部队 几乎啊 所有协国的部队 都和他过过招 但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将领 能够取得胜利 眼看着这轮攻击啊 算是彻底失败了 秋角啊心又不甘 又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里不是防守严密 我攻不上去吗 咱呢 眼镜与好看 专门 那么 说 门 谁 海峡深处的苏弗拉湾 作为新的突破口 进行登陆作战 因为这里的土军防守兵力 只有1500人 而协国的登陆兵力 达到了10万人 为了避其功 余一亿 英国这次 是豁出去了 使出了全部手段 海军炮火掩护 空军侦察夹头弹 十万大军也是气势如虹 但是没想到 这回英军的老毛病又犯了 什么毛病啊 拖这么大规模的一场战役 您倒是选一位 德才兼备的人来 结果选来选去 选中了老贵族斯塔福 来当新组建的 这个地久军的军长 这老爷子呀 十年六十一岁 年轻的时候啊 曾是伦敦最出名的花花公子 职业生涯里啊 指挥过的最大规模的军队 是多少人呢 二百人 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睡觉 如此重要的一场登陆战 居然让这么一个人来指挥 长官们认为啊 不上岛也能够了解前线的情况 于是啊 斯塔福以自己的座船 充当起了登陆指挥部 然后呢 没有发布任何详细的命令 就休息了 结果啊 有的部队 找不到登陆的地点 有的呢 上了岸 不知道干什么 知道干什么的 却偏不去干什么 知道干什么 也想干什么的 手头却什么也没有 总之啊 乱成一团麻 而领导们啊 通过望远镜 远远的看着部队们的登陆情况 看到沙滩上各个部队 忙忙碌碌的样子 就想当然的认为啊 部队登陆的效果好极了 8月8日是最为关键的一天 土军的援军啊 尚未赶到 各个战略要点 就在英国的眼皮的底下 最远的不过是六公里而已 但由于啊 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个斯塔福啊 就认为啊 经过艰苦的登陆战之后啊 士兵们应该享受一下假期了 后来啊 斯塔福啊 终于决定上岸走走了 看到士兵们正在海边 悠闲地享受着假期 将军们啊 就更不好意思来扫大家的兴了 原定呢 要去占领这个提机堆领的部队呢 得到了指示 如果没有跑兵的支援 那就算了 因为什么呢 我不希望你们去攻击一个 有强大兵力聚首的嵩豪阵地 附近的基特里奇岭啊 也得缓缓劲再上去 因为啊 斯塔福认为啊 英军目前已经取得了胜利 到了那里呢 可能会碰到一场扫兴的会战 所以呢 第二天去也来得及 作为战役期间 唯一的一次正确决定啊 有人提议啊 到这个英军前沿去看一看 视察一下 如果真的是到了那里的话 那么登陆英军混乱不堪的真相 也许啊 就会大白于天下了 但呀 这登陆以后 已经靠自己的双腿 足足走了有四百米远的斯塔福啊 实在是太累了 将军啊 需要休息 于是呢 就指派了一百多名工兵 开始呢 给他搭建 舒适的陆地指挥所 至于其他的事呢 等本将军啊 睡醒了之后 再说吧 就像当事人的日记中 所说的那样 在八月八日 这一整天当中啊 圣律女神 一直把大门敞开着 可是英国人呢 却偏不进去 没有一个人进去 宛如一场 归兔赛跑 土耳其方面 争分夺秒地往战区赶 而早已抵达战区的英军呢 却沉浸在假期里 对周围的各个制高点 无动于衷 战争的天平啊 就这么一点一点的 向土耳其方面倾斜着 第二天 秀文家的英军士兵啊 总算来到了 提鸡堆岭 山脚下 土军名将凯末尔 早就带人 占领了制高点 居高临下 向下扑下 密如冰雹的弹雨 同时呢 呼叫远程炮火 对英军的聚集地点 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其他各个高地的情况 也大致相同 进退不得 困守沙滩的英军 就这样 又成了土耳其人 屠杀的对象 到处是尸山血海 残肢碎肉 甚至将整片沙滩 都染成了一片红色 这一天里啊 仅一处沙滩 英军就死伤了八千人 几天的恶战 英军啊 死伤遍野 只好再次收兵 两周以后呢 英军啊 又在苏弗拉湾的附届 组织了一次 同样混乱不堪的登陆 结果呢 又导致了 五千三百人的伤亡 战后啊 这个蛮憨无能的 斯塔夫将军啊 仅遭到了革职处分 直到年底啊 协约国才终于认识到 丘吉尔的神机妙算 是场帮倒忙的灾难 攻占伊斯坦布尔 已成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才匆匆罢兵 加利波利之战 协约国呢 前后累计 投入了一百余艘战舰 五十余万兵力 但是呢 却寸土未战 寸功未利 反倒沉没 割类战舰数十艘 人员损失高达二十五万人 其中啊 大多都是 澳大利亚 西西兰的子弟兵 当时啊 澳大利亚总人口 不过二百余万 在加利波利战役中 一下子就伤亡了三万多人 等于一仗 就损失了 百分之一点五的人口啊 而且还都是 年轻力壮的壮劳力 这损失割谁 谁受得了啊 丘吉尔大人的脑袋一拍 给大英帝国 各地带来的灾难 不亚遇上浩劫 这各殖民地啊 离心离德 要求独立 或者自制的呼声 是一浪高过一浪 险些让大英帝国 土崩瓦解 不仅如此啊 一些国家的立场 也因为这个英国的失利 而产生了动摇 巴尔干半岛上 一直当墙头草的 这个保加利亚 一看这个英国 摔了一个嘴可泥 二话不说 准身就投入了 德奥同盟 联手呢 向塞尔维亚开战 本来呀 一只脚都踏进 协国门口的希腊呢 也动摇起来了 迈过来的那只脚呢 又缩了回去 声称啊 要继续保持中立 再说这个英国 海军大臣丘吉尔啊 一开始啊 用两艘舰 逼反了土耳其 接着呢 为了打败土耳其呢 按理说啊 捅这么大的娄子 有几个脑袋 都保不住了呀 可西方式的民主呢 可以把成千上万 和战争毫无关系的 贫民子弟 送到战场上 去当炮灰 但是呢 却不好意思 去动这个罪魁祸首 丘吉尔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 上头有人呗 其先祖啊 是英国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 十大公爵之一 马尔巴勒公爵 其父亲呢 是维多利亚 女王时代的 前财政大臣 他母亲的背景啊 也很值得一提 只说一条 这个纽约时报 大家都知道吧 那份报纸啊 曾经就是 丘吉尔 他老爷家的资产 看看 丘吉尔的美国亲戚 英国亲戚 个个是非富即贵啊 眼下 英国啊 正期盼 这个美国能加入 协国 哎 怎么可能 在这关键时刻 是这个海军大臣的罪呢 好在 丘吉尔多少啊 还要点脸面 引咎辞职了 到了法国前线呢 当了一个小小的营长 丘吉尔总算是下台了 但眼下 邪国的日子 却越来越难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他们白白 在加利波利海滩上 浪费掉了 宝贵的有声力量 而德国人 经过近一年的折服之后 在西线 又将搞什么样的 西名堂呢 咱们下期啊 接着说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 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 快速打败协约国 德军很快就在西线 陷入战争的胶着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德军总参谋长 法尔肯海因决定 向素有巴黎咽喉之称的 法尔登要塞 发起进攻 下期将为您讲述 损兵折将 凡尔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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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